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論盡香港的論盡頭條 我是家偉 今天想跟大家說些什麼呢 Google拒絕置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 香港政府要被迫付錢買廣告去置頂 李家超是不是真的無計可施呢 我們論盡香港的會員制已經開通了 你加入了沒有 我們的會員制只不過是20元起 你沒理由不加入吧 快點加入我們的會員 還有 大家記住 喜歡不喜歡也好 幫手按個like 訂閱我們論盡香港 按旁邊的鈴鐺全部 看Facebook的朋友 希望大家都可以讚好我們的專頁 下面瘋狂留言之餘 將影片廣傳給身邊的朋友 令到更多人都會知道 和可以一起討論國家 香港和這個世界發生了什麼事 在近日很多國際比賽當中 我們中國香港隊都有參賽 但是發生了一系列的情況 在我們香港運動員奪獎的時候 竟然是主辦單位把我們的國歌耳勇均進行曲 就說為黑暴的 他的手什麼怨榮光什麼什麼的 這件事煙起大波 我們特區政府就要求Google 將正確的歌 設為搜尋的置頂 而保安局局長也是說跟進這件事 但是Google最後用一句說話就說了出來 我們是拒絕將這首正確的國歌置頂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是不會人為操控搜尋的排名 然後也說回Google說 每天我們要處理十幾億次的搜尋 所以都是靠系統排名而出結果 一些高質量和有用的信息的話 是絕對不會手動做一些搜查排名 不會做這件事的 也不會移除違反了全球政策當中特別原因以外的連結 Google繼續說 正在和政府正在解釋他們的平台和政策和運作模式 重申一次的話 除非是涉及到一些公司或全球政策文件所列的原因 如果不是的話 是不會剷除網絡的記錄 其實整件事來動去密的話 我相信大家已經知道了 我們也不需要再多說 就是由人村的七人籃球比賽 我們港隊拿到冠軍 播一首黑暴的歌出來 掀起大波 之後的話 我們香港政府也跟我們香港所有的代表隊說 如果再一次聽到一些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歌的話 就要做一個T字手勢 而事後的話 真的在一個舉重比賽當中 真的同樣出現同樣的問題 再一次播一首什麼完榮光那首的垃圾黑暴歌 播到第十幾秒的時候 那個選手發現到真的不行 是以T字手勢 要暫停的 其實整件事的勞動去密 大家就會知道了 究竟這真的是一個技術問題 還是相隨標準呢 我們再看看 究竟在全球不同的地方發生了類似的事件之後 會怎樣呢 其實要上網找相關資料的話 也要再想一想 究竟AI這件事是人做出來 還是機器自己做出來的呢 這個才是問題 我們製造一些機器出來 或者製造一部電腦出來 就是以前的第一代電腦 叫Mark 1 Mark 1其實用來做什麼呢 就是整個房間這麼大 一個這麼大的電腦用來做什麼呢 沒有 就是現在的計算機一樣來的而已 就是現在你手機電腦裡面都有的那件事 以前我們純粹計算機而已 日新月異的情況之下 人類創造這麼多東西出來 都是為了方便人民 而不是說令人民失控的嘛 是不是這樣說的 所以其實我們也在國際當中 看到不少的新聞 例如 不要說這麼遠來 我們說回去年 去年美國總統大選的時候 特朗普很多很多的新聞 就被人說被下架 為什麼會被下架呢 因為說特朗普是涉及到一些什麼暴力 或者是假新聞等等之類的 所以很多外國的媒體就直接把有關特朗普的所有新聞全部下架 這是第一件想的方向 第二個想的方向是什麼呢 Twitter 就是說現在馬斯克買了那個 推特近來就把一些說他認為自己覺得這些記者或者傳媒是報一些失實的消息 甚至某某某記者就直接說禁止了他 不讓他們發言 包括CNN、NYT等之類的 這些什麼《紐約時報》等之類的記者或者傳媒 永久停用他們的帳號 為什麼呢 他們所說的就是因為這些記者所說的不是事實 這是第二個想的方向 第三個想的方向是什麼呢 就是說原來Twitter 就是說馬斯克一直都在蘋果 不是不能吃的那些蘋果 而是說iPhone那些蘋果 在蘋果當中就買很多廣告 說不斷賣自己的Twitter有什麼好處等之類的 但是近來又發現到 咦 蘋果公司減少了Twitter的廣告投放 之後馬斯克就開始說了 你蘋果要玩東西嗎 可以 沒問題 那好吧 你減我 我就減你了 我接下來就做一部Twitter的手機出來 我就打你iPhone 吹呀 剛剛那三件事可以顯示告訴大家 真的不能逆轉嗎 人製造一堆機器 算術等之類的都是方便人的 你說真的不能逆轉所有問題 人為不能解決問題嗎 咦 不是啊 特朗普的帳戶不是人為下架嗎 所謂的言論自由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 Twitter也禁了一些記者的資料和報導 這個是演算法做出來的嗎 蘋果和Twitter兩個現在針鋒相對的話 這個又是推算法演練出來的嗎 說到尾其由始至終的話 只不過是Google不斷說這個是演算法問題 你要我去做這件事作為置頂的話 我就做不了了 除非你付錢 咦 家衛啊 Google真的有說過這句話嗎 其實大家如果真的有用Google去搜尋任何一件事的時候 你都會看到有些是置頂了的 你怎樣搜尋什麼都好 差不多範疇的東西 這些網子 這些關鍵字 就一定會放在最頭的 那些叫網告 他們是要給錢給Google 或者給一些公司 去把它放在最頂的位置 那怎樣賺錢 Google怎樣賺的 除了是說給它擺頭之外 假若如果你搜尋了這件事之後 找了這間公司 而你點進去這間公司的網站之後 Google就會收回那間公司的錢 所以現在有一個情況就是這樣說 有一些官員或者一些傳媒 就給那些屁股意見出來 散喊意見 就說香港政府不如你付錢Google就可以了 付錢Google的話 說香港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 就要賺頂 在這件事來說我覺得是弱智的 為什麼呢 國歌來的嘛 這件事要付錢的 不是吧 說出來會不會被人笑 你問一下美國 美國的國歌會不會需要付錢才放在最頂 不會的嘛 打狗了看主人 說得衰少少的 我們假假的叫中國香港 你不給面子我們中國而已 其實想回頭的話 Google是一家什麼公司呢 現在大家看這條片的時候 可能在Facebook也好 或者在YouTube也好 都是美國公司來的 美國一直和我們中國打的貿易戰 也是針鋒相對有很多事情都是說 拼著不讓我們中國做的 譬如說抖音也不讓等等之類的 你會明白到美國似乎是故意做一些 令到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 甚至中國香港代表的國歌 都不能夠置頂的 是不是完全不能做呢 是技術問題還是雙重標準的話 我相信大家看到這裡也會明白 我們當然也慢慢問回看其他人又怎麼說呢 立法會議員邱達根接受之前的傳媒訪問就說過 其實各個平台是有義務提供一些正確的資訊 去解釋香港就是中國的一部分 將國家所承認的國歌置頂的話 是對那個國家的尊重 也是對於那個平台技術上是絕對可以做到的 簡單來說如果那個平台或者一個國家 那個平台的國家是不尊重某個國家的話 其實它怎麼玩都可以的 是的 所有事情全部人手是做得到的 其餘還有其他人士也接受過訪問的 包括香港互聯網協會開放數據小組的照片 有些人黃浩華就以Google為例 就說Google的搜尋結果是根據維基百科和新聞網站等 搜尋的數量是排名的 那這首黑暴的歌的話 其實是很容易被人聯在一起搜尋得到的 但是其實如果大家真的要計算一條數 要打四個字香港國歌的話 其實理論上這個已經不是一個政治正確的結果 理論上這首歌應該是Google要下架的 說了這麼一件事之後大家再想一想 究竟有沒有哪些結果曾經出現過 就是要求Google要下架的呢 真的有的 話說歐盟法院在早前12月8日做了一個裁定 就表明了用戶是可以證明搜尋引擎的訊息不正確的情況之下 Google是必須要把這個假的資訊下架的 這件事是怎麼來的呢 就說原來在德國有兩個用戶就發現了 在搜尋Google自己的名字的資料的時候搜尋了一些假的資訊出來 所以這兩位德國的用戶就去了Google說 我要求你把所有資料都改掉 這些資料是假的 不是我 Google拒絕了 之後那兩位德國的用戶就直接告Google 最後Google敗訴 有趣的是什麼呢 Google當知道自己敗訴之後 他的說話是這麼說的 就說哎呀 我們公司是很歡迎這個判決的 我們並且會研究這個判詞這樣說的 最後那兩位德國市民的資料是不是下架呢 當然下架了 法院都裁定了 現在再看回頭的話 咦 為什麼現在Google好像牽著我們中國香港特區政府去做的呢 其實所有事情跟流程而已 有些人就說 香港政府都是做流程而已 做了這麼多事情的話 就來來去去就是想掩飾自己 沒有吉氣 我也跟著又流程 最後做不做得到的話不關我的事 中央都讚我做得好 其實如果你以剛剛的說法就說 我香港政府特意做些東西出來是給中國政府看的 這樣交功課就可以了 我覺得又避免看得太表面 所有事情其實大家要想清楚 香港我們本身要做的是什麼 跟西方接軌嘛 如果我們要跟西方接軌 再加上我們看回我們國家一帶一路的政策當中的話 我們不是要樹立敵人 我們是要港納朋友 在港納朋友的情況之下 我們也要看回咦 他現在好像某程度上不聽我們的意見 我們給他意見 希望你把我們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 置頂你不肯做 那你就先禮後兵先說了 包括說現在這首黑暴歌 就現在違反了香港的法律 那這件事是Google要知道的 第二件事 你真的覺得壞點的話 你真的不給我們中國面子 第三 那首所謂黑暴歌 根本就是政治不正確 根本就沒有香港國歌 你總是要把這件事 放在你的搜尋引擎當中 其實簡直不應該被人搜尋 所以其實李家千是不是完全無計可思呢 就真的橫向他們夠不夠僵 剛剛所說 德國已經有兩個用戶 曾經在12月8日的時候 已經告了Google 究竟我們香港政府夠不夠膽告他呢 我真的拭目以待 不過反過來說 我自己也有些悲觀的感覺 為什麼呢 就以之前為例 之前的時候在仁川的運動會當中 七人籃球賽 最後就說 有一個是兼職還是暑期公 自己網上搜尋之後 哎呀對不起啊 他一定是沒有心的 最後這件事好像不了了之 香港政府有沒有告到 那位所謂暑期公呢 我就不覺得有了 如果在現在這一刻 糾結了這樣的情況之下 那香港政府會不會再進一步 直接告Google呢 我就真的拭目以待了 不過怎樣也好 有一件事可以肯定的 你不要說Google 你如果在香港這一刻 你還夠僵播這首港獨的歌 那基本上你都會違反國安法 我在這裡就希望大家切勿以身事發 也根據立法會議員梁美芬議員所說 其實他播放這些帶有港獨思想的歌曲的話 其實那個平台是要負責的 再者 你如果這個平台一直都說 伺服在外地等之類的話 你某程度上其實是誘惑 或者令人容易犯到國安法的 Google 你是不是有心整個陷阱出來被人踩啊 不知道大家又怎樣看呢 對家偉來說 我覺得現在只不過是走到一半 因為Google只不過是根據香港政府的要求 作出回答 但如果香港政府直接了當說了 這首歌根本已經犯了法 而且這首歌根本是違反了法律 不是事實來的 要求Google下架的話 這個Google就要重新再面對 怎樣都好 政府什麼都好 你肯不肯做 希望大家幫幫忙 留言分享訂閱讚好 把影片廣傳給你身邊的朋友 令到更多人都好像你一樣 和家偉一起看時事 講國際一起討論 論盡香港 我是家偉 稍後再見 拜拜 字幕提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